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林冠 讲到健康 这个微量元素在我们身体里头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尤其很多女孩子 这个每个月老觉得要补铁 补血补元气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补铁并不等于补血 然后补血也并不等于吃牛肉 到底健康的生活 怎么样来挑选高铁的食材 让自己的生活当中 可以补铁 补血 补元气呢 待会健康好生活 要跟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 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的是 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黄冲林医生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营养好朋友 陈寒宇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生活好朋友 洪淑青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人妻好朋友 雅兰 大家好 好 再来是厨房料理养生的好朋友 秋香姐姐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台菜小天王 温师傅 大家好 好 淑青 这个台湾人 这个很多女孩子老觉得 我贫血 我缺铁 然后我看了统计资料说 地球上60亿的人口 超过20亿的人在缺铁 那缺铁听说会有很多症状 比方说你容易头晕 容易觉得疲倦 或者觉得这个狼神生 懒洋洋的精神不济 还有一种说法说 长期的缺铁的话 还有可能影响到心脏病 那铁在我们人体跟日常生活当中 真的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没错 铁在我们人体的过程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缺铁 因为他们会觉得 总是觉得说 我一定是站起来会长新铁 满天新铁才是贫血 对于平日 怎么会种几步就觉得很喘 然后觉得整个人 一直很疲累的状态 他就会觉得自己没有缺铁 至于人为什么会缺铁 有几种可能 大家可以算一算 自己是不是这些人 第一种它叫做 摄取量不够 摄取量不够最常见在哪些 你刚才说20亿人口 对不对 有些地方是粮食不足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吃够 所以它就对 它食物不足 当然它相对缺铁人多 可是在台湾 这个食物很充足的地方 哪些人容易缺铁呢 第一个你可能是素食 而且你是奶蛋 都不吃的这种素食的人 你有可能会缺铁 如果你不注意的话 第二种是很多女生 为什么 她食量就很少 因为她为了要减重 所以她就拼命的都不吃 你吃的少 那你可能就不够用 那第二种 而且很多女生 每个月的这个月事 可能又影响到 她身体的血液 没错 这就是第二个风险 就是流失量大 第一种是吃不够 第二种叫流失量大 流失量大就比如说 像刚才女生 如果有些月经来的 很多的量 她可能子宫肌瘤的原因 她每次量都是在奔血的这款 可能有男生也有 如果男生发现说奇怪了 我明明没事 我为什么会缺铁的贫血呢 比如说以我们之前的 李前总统为例 他就是什么 因为他有一个大肠的肿瘤 肿瘤在那边 默默的一直在渗血 所以当男性 你缺铁的贫血 你要考虑说 我是不是有地方默默在流血 所以他是流太多 吃不够流太多 还有一款人是什么呢 是吸收不良 什么叫吸收不良呢 吸收不良有两款人 最常见 第一款是他是胃 因为我们铁在吸收的时候 需要胃酸的吃 可是有些人 他因为萎缩性胃炎 他胃酸什么不够 他吸收很差 之外还有一款人 现在很多女生 为了什么吃东西 不要吃到油 就一天到晚油切绿茶 一直喝一直喝 好不容易铁进来 就用绿茶去把它吸收 结合掉 铁进来就用大胶绿茶 被把它结合掉 所以他就吸收不良 之前甚至有些 因为他很爱吃什么 致酸剂 台湾人一胃痛就致酸剂 一直吃一直吃 之前有一个人就是 怎么会做事 做到一半昏倒 才发现你怎么会 这么严重缺铁贫血 他说因为他几乎三餐 都在吃致酸剂 等于说他的铁也吸收不良 所以像这种 几种情况之下 你就可能变成 缺铁贫贫血的候选人 那问一下黄医师 我们很多女孩子 传统的概念 老觉得补血就要补铁 对不对 那铁跟血 到底是什么关系 刚才补充一下 苏卿不是说 男生如果说 有缺铁性贫血 表示你在哪里 身子出血 对不对 那心在淌血也是一种 就是 这个意思就是说 其实如果你觉得 中年期老婆刷卡 说太多 那就要补铁了 对 淌血 心在淌血 其实我只要用这个意思 来告诉大家 如果你觉得你浑身不对劲 真的就可以找医生看看 刚刚苏卿讲的症状 什么喘 手脚冰冷 心跳加快 什么头昏 口脚炎 舌头怪怪的 我跟你讲 还有一种缺铁的 一个症状 是你开始喜欢 吃奇怪的东西 吃奇怪的东西 真的它铁低到一个 比如说蛇 比如说 那更奇怪 比如说泥巴 比如说卫生纸 橡皮筋 橡皮筋 他感觉是在 非洲大饥荒的剧情 对 但他不是真的饿 他就是 他的身体出了状况了 所以全身怪怪的 那为什么缺铁 全身会怪怪的 主要是铁 除了我们血液 很重要之外 它其实是我们身体 很多酵素重要的 一个成分 所以你知道 我们全身上下 每天运作都是这些酵素 在彼此通力合作 这时候你铁值一没有 身体那些小小兵通通乱了 所以你就会 全身不对劲 然后你就开始 有一个奇怪的想法 至于我们小小孩 更重要 因为我们的脑袋 我们的神经 我们在脑袋发育 DNA的长大的过程 有一个孕妇跟小小孩 其实铁值就是他脑袋 聪不聪明 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们很多小朋友 如果七八个月 只喝母奶 然后也不吃副食品 然后那个妈妈 又是刚刚肃清讲的 妈妈自己想说 我要开始结实 我要瘦 所以每天都吃很多 一点点 结果妈妈的母奶里面 铁也很少 然后宝宝自己 又不吃副食品 那当然到七八月 他的铁值可以掉很低 掉到他的红血球掉了 好了 所以铁跟红血球很有关系 我上次有做个例子 再讲一遍 我们身体不是 就是要运送氧气 从A用到B 我们身体呼吸器官 吸到氧气 就要送到身体其他地方 就靠这个送氧气的公车 就是我们的红血球 那公车上面 就有座位跟椅垫 我们的这个座位 就是血红素 椅垫就是铁 所以我们的氧气 就是乘客 就坐在上面了 所以我们今天 如果坐垫不够 所以乘客又要坐椅垫 又要有座位 还要有公车 三车缺一不可 不然站着坐 挤公车也很累 没有椅垫坐着会痛 很痛 而且没有椅垫之后 我们政府就想要节能减碳 所以就把公车 变越变越小 所以我们的红血球 你看缺铁平衔 它血球就越来越小 因为它里面的铁子不够了 坐垫不够了 所以它车就越来越小胎 那身体除了运动氧气 是这个血红素之外 还有一个是肌红素 所以我们运动员很需要铁 因为我们肌肉 也是需要靠这个肌红素 把氧气带到它的肌肉 那这个里面也是靠铁来运送 应该说坐垫 然后把氧气送到肌肉去 所以你看对运动员 对小孩 对孕妇 其实应该说对任何人都很重要 真的 那问一下韩宇 像我们这种女孩子 有的时候生理期过后 或者生理期来 老是更觉得要吃补血的食材 那中医其实常常教大家 比方说这个吃黑芝麻 吃红豆 这个很多女孩子生理期来 就是喝红豆汤 都觉得比较舒服 然后又补铁补血 然后西医的饮食里头 常常教大家牛肉 红肉 牡蛎 蛤蜊 都富含铁池 对现在我们今天中央摆的 都是高铁的食物 那其实我想到 我之前门诊的时候 有看过一个女生 然后妈妈带她来 她说她从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妈妈就是吃素 然后那个怀孕的时候吃素 然后吃到小朋友 从小母奶 然后到长大 一路都是吃素 然后她瓶血瓶得非常严重 小孩子瓶血 对 她现在已经是青少女了 她是十五六岁 但是瓶血得非常严重 所以她就来咨询说 到底要补哪些铁的东西 那其实现在桌上的就是 这些不管是动物性的 还是植物性 都是高铁值来源 但是吸收率来说就差非常多 动物性的是植物性 吸收率差三倍这么多 所以假设一模一样的含铁量 比方说纸菜跟牛肉 可是牛肉的铁的吸收率比较高 所以为什么很多孕妇怀孕 在吃牛肉 用我刚刚的例子 就是你吃牛肉 是连坐垫跟椅子一起吃 对 那你如果吃蔬菜来的 就只有坐垫 身体很懒你知道吗 对 身体很懒 然后想说有坐垫比较好吸收 然后还有一个 有人会想说 那女生不是吃一些红豆 吃一些纸菜可以补血 那是不是就没效了 错 其实还是有效 因为这些还是高铁值的食物 但是最好是可以跟动物性的一起吃 因为动物性里面有个东西 叫肉蛋白因子 它可以增加植物性的 这个铁值吸收率更好 所以其实动物植物都要一起吃 因为不然都只吃动物性的话 它血脂其实会一直飙高的 所以其实大家其实一般 就是正常女生 其实不用太担心 只要你三餐里面 有一餐有吃到红肉类 或者是这些蛤蟆 或者是这个牡蛎的话 其实铁值就会足够了 那个小女生看到青菜 有没有把橡皮筋拔下来吃 没有 还没有 好 那问一下雅兰 雅兰平常会特别补血补铁吗 基本上我们家蛮常吃牛肉的 因为人家都说小孩子要发育 所以要吃牛肉 让他发育比较好 所以我们家其实还蛮常吃牛肉 那有时候我在家也会 像我今天会带来一个吹饭 就是你没有空的时候 很忙的时候就吹饭一下下 小孩子就可以吃 而且铁定美丽 铁定美丽 出来喔 铁定美丽 铁定美丽 对 真的真的 跟大家分享一个吹饭 对 我今天带来的是 红凤菜吹饭 对 红凤菜它也是属于高铁的 我们给镜头看一下 这一个是红凤菜 对 这个是我已经烫好 烫好20秒 因为这个菜 它会容易有色的口感 所以我先烫掉 把它那个色味给去除 你看喔 它烫完喔 这个紫红色还在 还在 还在 然后还很黑 对 那旁边这个是菠菜吗 那同样是水煮的菜 红凤菜的颜色超深的 对 那菠菜就比较接近 绿色是叶绿素 对 对 对 好 所以我今天准备这两样菜 红凤菜吹饭 吹饭 好 然后我现在先 小朋友吃饭喔 有的时候你给他一点吹饭 或者菜饭的话 他不知不觉就把蔬菜吃光光了 就等于你把它分量都已经分配好了 他就不用说 我不想吃菜 我不去嫁菜了 对 我懂 因为有些小孩偏食 真的你做妈妈的用心良苦 对 然后 今天这一个是铁定美丽的吹饭 对 铁定美丽 然后我今天油放一点点就好 因为我今天还有准备红肉 那我们今天就不用牛肉 我们用猪肉 然后我就稍微把它煎一下 好 其实这样子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的就是 植物性的像红凤菜铁质含量非常的高 但是它需要一点点动物性的肉类 去让它增加它的吸收率 所以肉其实放一些些 然后菜也有 其实这样子相辅相成 吸收率会更好 对 那问一下这个韩宇 他今天准备的红凤菜 请问红凤菜里头有哪些营养素 红凤菜除了铁质含量高之外 另外它的维生素A含量也非常高 所以如果是针对3C组常常用眼过度的 然后常常看电脑看超过8小时 我相信现在大家都看手机 看电脑一定都超过8小时的 没有办法吗 所以其实这个其实对眼睛照顾也是非常好 另外它还有非常多的甲离子 所以刚刚只烫20秒 它的甲离子都还在里面 所以高血压的也可以吃 对 也非常适合 所以它很适合现代人 又可以补铁又可以照顾眼睛 然后现代人的饮食可能太高钠了 那那个甲离子又帮你代谢一点钠离子 而且我觉得也很适合女生 因为女生特别怕水肿 所以这道菜我觉得很适合晚上吃 所以那个做叶子的人都会吃红凤菜 真的假的 真的都会有一餐 都会炒红凤菜 就是如果一餐里面 一天里面都有一餐就是炒红凤菜 而且用麻油炒 对 用麻油炒 那因为红凤菜第一个就是补鞋 再来因为它有一个高价 所以有一些刚生完小孩子的一些妈妈 都有水肿 所以可以帮助她把那个 代谢 对 代谢掉 我觉得亚兰今天这个挑战很大 因为你选了两种菜 一般儿童都觉得它有怪味 对 可是我跟你讲 就是怕它有怪味 会色色的 所以我先汆烫之后 它就不会有那种色色的口感 它就是铁植跟牛肉比是它的两倍 对 虾子跟牛肉 铁植是一模样 其实像紫菜还有我们接下来的这些 牡蛎 蛤蜊 那个含铁量其实也很高 所有的菜料家庭主妇 如果担心鱼煮得太老 应该可以来这一套 我觉得亚兰今天这个挑战很大 因为你选了两种菜 一般儿童都觉得它有怪味 对 可是我跟你讲 就是怕它有怪味 会色色的 所以我先汆烫之后 它就不会有那种色色的口感 我们家爸爸都比较严格 爸爸都会说 这个对你有健康 吃下去 然后我儿子 眼泪就滴下来 他也是要吃下去 但我觉得根本不用滴眼泪 因为妈妈煮得太好吃了 没有什么好酷的呢 对啊 真的 然后我今天还准备黑木耳 好 黑木耳 对身体也是很健康 对 然后香菇 香菇 香菇 就是超高膳食纤维的菜 对 膳食纤维 而且它那个香菇爆香 是天然的味精味素 对 就会有鲜甜味了 对 接下来就放我们的红凤菜 红凤菜 对 先放红凤菜 菠菜最后 然后呢 其实它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其实花青素 你看它的盐是这么的深 那个是花青素 对啊 有花青素 而且花青素有什么功能呢 增强抵抗力 预防感冒 对 我听说花青素还可以养颜美容 对 因为它抗氧化 对 然后我放一些浆末 防斑的功能 花青素可以防晒 对 防斑 防斑 因为有时候有些人晒 有些人晒太阳的时候 很容易晒伤 晒红 然后晒出黑斑来 对 花青素其实有这样子的效果 它可以举 应该说隔绝阳光的伤害 吃的防晒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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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怪这一锅叫铁定美丽 真的 所以周年庆不要只买美白化妆品 你现在美白化妆品里面 也很多会加一些什么 就是葡萄籽 花青素 花青素C这些的 对啊 不要只擦防晒乳 还要吃防晒品 就是红凤菜 红凤菜 对 然后我刚刚放了一些姜末 就是姜泥 对 然后那个姜泥呢 因为你不要切成姜 就是细细的姜 因为吃下去小孩子不喜欢 那个口感 所以一定要把它磨成泥 对 然后用高汤 你是真的拿那个磨泥器 把它磨成姜泥 我没有用磨泥器 我刚刚是用那个饭池 饭池上面不是会有一粒粒颗粒 对 我就直接这样磨 它那个泥就跑出 哇塞 哇塞 人气真雅兰真的很伟大 对啊 养小孩真的不容易 对啊 真的 然后我们就这样把它炒一炒 你这炊饭是超米饭吗 对 超米饭 哇塞 各半 我们家都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稍微做一点调味 调味的是胡椒 加一点胡椒粉 然后跟盐巴就可以了 哇 这饭看起来好好吃 就很简单 对 洪素卿同学 铁质吸收的时候 到底会不会因为某些东西 阻挡了它的吸收 对 很有些东西是要注意的 比如说刚刚我们讲 要促进它吸收 你可能比如说像刚才 跟动物性的一起吃 可是要避免它吸收受到阻碍 对 谁会阻碍它 几件事要注意 比如说我刚才讲说 为什么有些女生餐后马上喝油切 结果没有切到油切到铁呢 原因就是因为它那个 茶叶里面的一些丹磷酸 可能会跟你的铁质吸收 就影响它的吸收率 所以如果你是大量的喝 你弄一点点还好 可是如果你本来就吃的量很少 你又大量的喝这些茶 就有可能影响它吸收 所以包括你现在浓茶 什么最好不要一起 另外你会发现 以前有一个笑话 就说某种营养品的奶粉 他就说我们这是高铁高钙奶粉 就它一推出之后 就引起大家的哗然 觉得是太白痴了吧 为什么高给高菜不一起 因为它们两个是互相竞争的关系 铁跟钙会互相竞争 对 它们在身体里面 对 所以如果它吸收钙 铁的吸收就变少 它吸收钙 钙会变少 所以它们两个竞争 所以两个是不要 尽量可以避开来 所以就比如说 如果同时吃了高铁 同时吃了高钙的食材 搞不好互相抵消 对 所以你不要拿说 我喝牛奶吞铁剂 有没有 这样就 就是你可能就会影响到 所以第二个这个稍微错开来 第三个就是说 有时候有些认为说 如果一些高纤维 超高纤维的东西 可能也会影响一些铁的吸收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刚刚营养师在提说 动物性的铁质吸收比较好 主要也是因为植物性的铁 有一个局限性是 它的纤维还有多酚 多多少少还有钙质 多多少少会影响到铁的吸收 多多少少会冲突一下 对 就比较可惜一点 你最后再把刚刚烫的这个菠菜 放进去搅拌一下 我觉得这春饭看起来很像炖饭 很可口 对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到锅里面 对 就用砂锅 做妈的要上菜 还要弄一个砂锅这样子 对 来一个包饭 一定要的 看起来就是比较美味 铁定美丽 铁定美丽 铁定健康 这吃下去气色好得不得了 好 厉害 好 我们的铁定美丽炊饭 然后最后我们再加上一点黑芝麻 有没有 补血 补血 好 超赞 超赞 完成 铁定美丽就上菜了 我觉得我们亚兰的炊饭很厉害 对 难怪可以骗小孩 而且她也很会煮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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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颜色粉粉的很漂亮 这个不是不会有那种菜味 对 然后很融合 然后口感很多层次 它的这个黑木耳还有层次 青菜也有层次 很棒 然后也没有糙米的硬 有些糙米会不好吃 这个放糙米也不觉得是糙米 对 而且其实你加了糙米 跟加了动物性的肉之后 你的维生素B群的量会提高 对 那刚刚肃清讲了一些 会影响铁质吸收的 那我们这边是增加的 你维生素B2 B12都有认为 跟铁质吸收有点关系 而且其实维生素B12 跟我们的血液也是一样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等于这个是 不只是铁定美丽 而且血色非常高 对 刚刚讲的用那个 比如说有B群的 或者说我们用这个 有动物性的肉 还有一个方法 可以增加植物性的铁质的吸收 就是我们吃这个时候 你可以搭配一颗芭蜡 芭蜡 因为高C 维生素C 可以帮助植物性的铁吸收 可是因为有些植物性体 你说这里面有 跟你烫成都没有了 所以新鲜的水果 搭配当作配菜 所以其实像我们外面去吃牛排 牛排都会配什么 红酒对不对 红酒其实里面 它就会抑 它里面有淡淡水 它就会抑制所谓的铁质的吸收 所以吃牛排应该要配什么 奇异果汁 或是一些现榨的蔬果汁 高维生素C的果汁 才可以加成它的吸收利用率 所以如果红酒炖牛肉 那个红酒跟牛肉炖酒的丹磷酸 又影响铁质的吸收 所以假设很多女孩子 比方说我生理期要补铁补血 我就不要吃红酒炖牛肉 我可能只有干煎的这一个牛排 或者是这个番茄炖牛肉都比较OK 那这个秋香姐姐要跟观众朋友分享 一个紫菜豆腐海鲜羹 也是高铁的好食材 那因为那种紫菜片 我们真的要买的话是比较不好买 可是这个海带牙就非常容易买 无论你走到哪个地方都可以 其实它们的成分其实是差不多的 而且这很平价 这常常一大包才一两百块 对 两百块钱你可以煮一个夜煮 很久 我可以煮很久 小香姐姐就是 婆婆妈妈现在菜很贵 青菜很贵 青菜很贵的时候 紫菜就可以多吃 对 是的 青菜很贵的时候 我们的芹菜叶就要留起来做菜 好 那我这边有一点就是 煮一锅汤 就是水 那这一个呢 其实我们可以就是说 如果说你没有蛤蜊的 蛤蜊去煮出来的汤汁 你在这边就是丢一点点那个柴鱼片 它就非常的有海味 那你今天这一个是什么高汤 这个是蛤蜊 蛤蜊高汤 是蛤蜊高汤 因为那个鸡高汤被亚兰用着 刚老师给你高汤 好 我就把它先煮一锅汤 那这里的这个虾我把它烫熟 因为这样会比较漂亮 烫熟再切一切 那这个就是我们台湾 那台湾这就是没有加一些药的 所以颜色会比较臭 所以你买的是鸟鱼片把它切成鱼块鱼丁 对 是那我还是给它拌 就是大概三分之一颗的一个蛋 全蛋的蛋液在里面 那等一下 所以它的腌制只有拌蛋 没有任何东西 没有 那因为那个鸟鱼片 它煮的时候会熟熟 对 所以我们把它拌的蛋 等一下你丢进去的时候 它就会很滑口 好 那我会先把这个豆腐 豆腐喔 这个也是传统豆腐吗 对 这是传统豆腐 但是还是就是灰鸡改的豆腐会比较好 好 灰鸡改的嘛 是 鱼片是切成丁 丁 对 然后这个虾子也是切成块一块 对 所以口感你自己来做羹汤就非常棒了 是 是 那这里就是我们在煮的时候 豆腐先把它放下去 因为豆腐就是你把它煮久了 它会有一点点孔洞 然后会吸收那个鲜美的汤汁 对 可是我们素卿同学 这个秋香姐姐下的豆腐是传统豆腐 传统豆腐才会高钙对不对 对 如果你买那种什么鸡蛋豆腐啊 嫩豆腐啊 那个钙质都差很大 对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 它让它凝固的那个成分 已经不像以前是含钙的东西 而是比如说有些是胶质啊 或者甚至其他东西 所以它就不会有 本来我们认为豆腐应该有的高钙 对 可是看我们今天要吃的是钙还是铁 对 如果你今天要吃的是钙 那就选这种用这个硫酸钙做成的豆腐 凝固剂做成的豆腐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补的是铁 补的是鞋 但你要选的就是要选这个 骨汤酸内脂做凝固剂做成的这个豆腐 它其实它的铁质吸收率会稍微好一些 对 是不太一样 对 好 姐姐我们这一锅汤稍微煮沸腾就OK了 就是大滚了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里面就是生的就是陶Q 陶Q也是切小块 是 切小块放进来 然后虾 烫熟的虾 因为陶Q它真的就是只要热度够了 它泡水它都会熟的 对 海鲜豆腐羹这么容易做 对 很容易做 对 我觉得你只是煮一锅水 然后它沸腾 然后把所有的材料下下去 是 这样就可以上一道菜了 对啊 今天通告会很好赞 没有啊 我没有嫌通告费好赞 我想说这招要学了 这么简单 妈妈在家里就是要简单 对 才会快 才方便 比较好赞的明明是温国智 到现在都还没说过话 我现在画的是姜嘛 那你会再给我一点酒 我也是我想说 等一下的我的很难 妈妈说到会不会真的 给他一点酒 大概十细细的酒 那我要先勾完茜的时候 我再会把鱼放进去 因为这个鱼呢 它就是不要给它大滚这样子 那我今天勾的这个就是玉米粉 所以其实就可以起两个锅子 然后一锅煮汤 打包全家了 好巧 而且好简单 方便 那这样温国智还要上菜 没有菜 温国智有秘密在后面 我想说这样两道菜解决了 那因为我 因为我个人不喜欢那种 非常浓稠的 所以我就给它稍微稀一点这样子 好 那现在我就把这个鱼放进去 然后先不要去动它 感觉如果豆 应该说海鲜豆腐羹有了蛋花 也不会违和感 没错 是 好 那我虽然用的是蛤蟆的汤 可是还是咸度会不太够 好 对 因为我们这一锅蛮大锅的 对 再给它一点点盐巴 加一点点盐巴 那这个自己斟酌 那最后了 来 我们这个呢 其实下去的时候 那个鱼啊 你看看熟的时候就可以了 鱼是很快熟的 很快 你要切成小丁 对 非常快 等到它快要滚起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些就可以撒上去 感觉好浓喔 对 对 所以我不敢大力去放它 就是因为我如果大力的话 怕它散掉 鱼会散掉 对 那等它稍微的泡泡起来就可以了 那非常快 这一道其实在家里 如果说你的水或是瓦斯 都非常大的话 真的三分钟可以上菜 好 那我现在把这个放进去了 好 我们再加的是紫菜 海带牙 海带牙或紫菜都可以 你今天选择的是海带牙 海带牙 因为家里冰箱都有 我发现每个人家里冰箱都有 对 好 那这个是香油 香油 然后呢 把这个葱末跟芹菜末全部丢进来 好 已经就是冒泡泡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熄火 好 熄火 就可以熄火 可以熄火 这么简单都可以上了 对 都熟了 你看 因为我切丁丁 好 都熟了 切丁丁 好 来 熄火 好 那我们就上菜了 我觉得我们今天 雅兰跟秋香姐姐示范 教大家分享的都是铁定美丽菜 前面是铁定美丽饭 现在喝的是铁定美丽汤 而且都超好喝 重点是美丽又没有负担 对 热量很低 对 热量又低 而且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们在那个 选择这种高铁的蔬菜里面 以前常常就会想到 受限于菠派 就会觉得菠菜最高 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没有 今天我们雅兰跟 我们秋香姐选的 都是比它更高的 比如说雅兰选的红凤菜 还有雅兰放的黑木耳 对 都是超高的 而今天这个紫菜 也是蔬菜中的 他们中医说 对 铁粉 中医师说他们是润肠补血 说得很准确 润肠因为高鲜 补血因为高铁 对不对 所以你看古人真的有没有厉害 真的 还不知道他有什么 就知道他发生这件事了 我觉得喝完之后好有元气 对 而且我就一定要补充一个 大家想说这一锅里面 是不是只有这个有铁 错了 我跟大家讲 这个是花枝 对 花枝的铁质跟牛肉比 是它的两倍 对 所以里面还放了花枝 还放了这个虾子 虾子跟牛肉 铁质是一模一样多的 真的 所以如果有些人 怕心血管疾病 怕吃太多油会胖 但又要补铁的话 其实这样子是很好的 就海鲜对他们来讲 就比红肉更安全了 对 因为像国外很多人 吃素是健康素 它没有宗教的异味 所以它只是不吃红的 那这个时候 其实像紫菜 还有我们接下来的这些 牡蛎 蛤蜊 那个含铁量其实也很高 所以牡蛎蛤蜊 不要我们老觉得 它是帮助男生做量 它其实也帮助女生补血 所以中医都觉得 知音补养 对 这个素材真的是知音补养 你看中医那么多年前 所以我们要尊重很多 那五千年的统计学 五千年的人体实验 统计跟人体实验 对不对 而且我一定要讲一件事情 邱昂老师真是个天才 因为那个鸟鱼 经过它用蛋汁腌之后 超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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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一点鱼腥味都没有 一点鱼腥味都没有 超级嫩 对 好好吃 所有人菜 有家庭主妇如果担心鱼煮得太老 应该可以来这一套 真的 好 那接下来 温师傅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鐵定美丽烧鸡 是的 刚刚吃了饭 喝了汤之后 我们来一道菜吧 这道菜就是我们的文革红枣烧鸡 那这道菜非常简单 我们锅中加入一大匙油 把这个姜还有葱 给它稍微煸香一下 葱的部分呢 我们分成两个阶段 这个葱把先煸 那葱绿的话 起锅我们再摆下来 这样它的色泽上面 会有一个层次感 好 我们把它加下一只煸香 那鸡腿肉的部分呢 我们今天选用的是 防土鸡腿 好 那这个防土鸡腿的部分 它本身我们把它稍微煎过 煎过两面之后呢 把它做一个切割 它的里面的熟成度 大概五分熟 慢熟 好 这个 所以它的表皮鸡皮 有点焦黄 有点煎过的 可是里头的肉 还有点血红色 是 它还没有那么熟 好 那这个过程 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皮下 煮这个油脂释放出来 然后我们这个皮 大概吃起来会更Q 就不会太油腻 那我们今天选的这个红枣 也是特殊的 你看这红枣这么大一颗 你看 真的好大 而且它是葫芦状的 这台湾本地产的 鸡心枣 鸡心枣 然后我们为了 因为我们这次要把它烧入味 所以我们把剪刀把它剪开 把纸把它去除掉 OK 那它很多缺口 然后比较容易释放出甜味 这超大颗的 超大颗 这肉籽口感特别好 好 我们大概准备了三四颗 但是这三四颗 都是去过脂的 是 好 然后我们这个葱姜 把它煸香之后 把鸡肉也一起加下 在我们的这个锅子里面 要把我们的这个空气里面 要弥漫的这个葱的味道 跟姜的香气 有啊 现在整个空气都是葱姜香 对 好 我们的红枣 现在把它加下来 直接这样干炒再下去 对 好 那这个过程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 我们要先把这个鸡肉烧入味 把汤汁收干 收干之后呢 我们再把蛤蜊放下来 因为蛤蜊让它直接受热 把汤汁完全释放出来 我们这个里面 在喷嚼过程当中 也可以不用加任何的水 那我问一下黄医师 蛤蜊富含铁质 台湾现在有一些人 如果痛风问题比较严重的 这一类的蛋白质的摄取 是不是都要斟酌 其实那个痛风的人 自己要知道 你吃的食物的内容 哪些是含土力比较高的 大部分人想到就是蛤蜊 海鲜 啤酒 这个是没有错 但是其实有一些地雷食物 这个现在痛风店 现在越来越多 因为这是帝王病 实际上现在最新的研究 的确是这些海鲜类的 蛤蜊 蝦子 螃蟹 这些的确普林很高 但是植物性的相对是安全的 所以像以前的观念 比如说什么 黄豆 豆腐 这些是OK 不安全可以吃的 但是海鲜跟蛋白质的摄取量 就要斟酌 师傅你刚刚加了 酱油一大匙 酱油一大匙 酱油膏一大匙 酒一大匙 酒一大匙 然后我们的糖四分之一小匙 胡椒粉甩个三下 甩个三下 当然你要四下也可以 那我们这个是我们刚才有说 这个可以不用加水 因为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 要把它焖熟 那我们今天这个文葛的部分 选用这是大的蛤蜊 那买回来的话 通常买回来要给它吐沙 对 吐沙过程大概1000克的水 15克的盐 把它变成这个 要用盐水来吐大沙 15克的这个浓度的盐水之后 把它浸泡 泡个半个小时 它就把里面杂质全部释放出来 那吐完沙的这个蛤蜊 里面如果是新鲜的话 它里面的含水量 可以到达95% 就是里面很多水分就对了 那我们所以 我们这一道菜里面可以 现在干烧 因为这个蛤蜊下去 可能还会再出一点水是不是 对 我们呈现像这个 鸡咸锅的那样概念 什么是鸡咸锅 这个蛤蜊15克这个大小的 就有8毫克的甜 我们每天男生需要10毫克的甜 女生需要15毫克 所以这样算论 其实就非常接近了 就很容易就达成了 牛肉第一个要选对部位 因为比如说同样是牛肉 牛腱跟牛腩就差很多 牛腩里面因为肥肉多 所以它的生胆固醇指数 会高出许多 现在干烧 因为这个蛤蜊下去 可能还会再出一点水是不是 对 我们呈现像这个 鸡咸锅的那样概念 什么是鸡咸锅 就是鸡肉跟咸 对 鸡咸锅 鸡精加咸鸡的概念 但是技法 你一定要先把这个酱汁烧入味 如果没有烧入味 你吃第一口 不会这样 吃第二口的话 就会觉得有点腻 因为肉太多 所以我们烧入味之后 待会直接把这个蛤蜊放下去 放下去大概1分30秒 它打开就可以取出 1分30秒 不能超过 渣难 可以开始计时 好 来 酱汁收干 一定要收干 收干 收干的时候 刚刚因为我们没有加任何的水 所以这个酱汁收干的时候 它会把所有的肌肉做一个包覆 做一个包覆 表面就会这样油亮油亮的 对 很漂亮 我们的肌肉的表面的这个胶子 也释放出来 它这个肌肉看起来就很入味 好下饭 对 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因为我们加了这个 葱跟姜 跟我们的这个肌肉搭配起来 在这个天气比较寒冷的这个冬天里面 也非常非常适合的 对 好 其实酱汁 酱汁收得差不多了 收干 好 来我们把它移到旁边 好 让它在旁边站一下 中间的位置摩出来 对 中间的位置 我们现在把这个蛤蜊加下 好 鲜亮下去了 对 蛤蜊把它摆上 因为这个蛤蜊碰触到我们的锅底 它本身的 它就会开 对 收热程度比较快 好 我们大概全部摆下来之后 盖上锅干 1分30秒 1分30秒 绝对不能超过 如果超过的话就是 火太小 1分30秒知道好 我们再把这个 这是火太小 因为碎虫的炉火 不是餐厅的炉火 没有 这个我有计时过 大概1分30秒 绝对会少了 你看看 酱汁 它就有两个不一样的一个色者 开了开了 葱花 葱段 不過蛤蜊也不能让它太老 对 好 差不多了 这30秒我要跟大家说 这个蛤蜊15颗这个大小的 就有8毫克的甜 我们每天男生需要10毫克的甜 女生需要15毫克 所以这样酸润其实就非常接近了 就很容易就达成了 对 那你说完果然 你看 温师傅也要上菜 好多嘴 这样吃都 鸡血汤 对 这是鸡血汤的精华 你也有想法 对 而且肉也有味道 好香喔 好了 我打算 上菜了 温师傅的甜甜美丽烧鸡 真的很好吃 好好吃 鸡有蛤蜊味 蛤蜊有鸡味 然后这个红枣看起来也好好吃 我来看看 而且它的鸡肉好入味 对 超好吃的 这红枣真的超好吃的 红枣怎么这么好吃 好甜喔 它很Q对不对 很Q又很甜 这很贵 我贵 鸡心枣 这一包一斤一千多块 这台湾本地产的 本地产的 哪里产的 苗栗 那苗栗的红枣 我们台湾的鸡心枣 怎么这么大Q 对 很少这么大Q 大陆的鸡心枣都好小颗 对 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 一直有一个传说 大家觉得说 红枣是非常高铁的 所以觉得它补血 可是事实上红枣的铁 并没有特别特别的高 可是中医为什么会觉得 好像从一直以来 中医觉得它对补铁好 这其实可能有一个原因 因为中医认为 从中医的理论 他们觉得这个红枣可以护肝 而润肺 而我们说肝藏血 所以当你做护肝之后 它可能对于你整个血气 因为它是一些植物性的成分 对你的血气 所以不是说真正直接去补铁 这件事情 然后另外它其实如果新鲜吃 它维他命C含量很丰富 而且师傅这其实没有兑很久 它维生素C是苹果的90倍 那当然大小科是差很多 没错 但是它基本上还是 高维生素C的这个水果类 所以放在里面 也相对可以促进铁质的 在吸收跟利用 也是非常好 所以你看那个铁质 还有这个我们蛤蜊里面的 这些好的油脂 还有里面各种维生素B 还有牛黄酸 你不觉得吃完 智商就增加了很多东西 真的 变聪明了 其实全部都是跟我们脑袋是有关系的 真的 而且吃完男的变帅 女的变美 变美真的 真的 那秋香姐姐好好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个 也是铁定美丽的牛肉料理 是 但是我今天那个牛肉 我搭配的青菜 大家可能比较没看过 这个很特别 山芹菜 其实它也是野菜的一种 那最近 它是芹菜的一种吗 对 它也是属于散型科的 但是它吃起来的味道跟芹菜 大概是有一点点差距了 那因为它的含铁量也非常的高 那它的味道非常浓郁 对 很浓 那我现在我要先把这个芹菜 就是让它先把它炒起来 好 山芹菜是一般传统市场都买得到吗 都买得到 那如果是盛产期的话就很便宜 那现在因为还不是盛产期 再加上有台风来了 所以就会比较贵一点 比较贵是怎么样的价钱 大概这样子80块 可是盛产期的话 这样大概30块钱而已 OK 现在正产牛磅 我周末在我家附近的传统市场 看到人家特卖 常常一根 你上次说30块 30块 现在传统市场我家附近 一根10块 10块它就可以做两餐 他说头尾做炒菜头顶 另外一边要炖汤 炖汤了 他现在可以有完整的一支 拿来按摩了 是 好 那我现在有给他一点水 我都是用水油炒的一个方式 好 那这会很快 非常快速 那因为我们在炒青菜的时候 如果说你摊开来炒的话 其实营养素是会流失的 所以最快速的就是 让锅子整个加热 青菜跟水会一起下来 那大概就是一分钟左右 那个青菜就熟了 好 可是姐姐 你刚刚那一个是有点水炒 水煮菜 你用不锈钢锅对不对 是 好 这一类的做法 只能挑不锈钢锅吗 不一定 其实像我们那个黑锅 不沾锅也可以 但是就是你要导热非常均匀的时候 你的锅子厚度一定要够 所以太薄的锅子不OK是不是 太薄的锅子就接触锅底的地方 就炒灰球 上面还没熟 对 好 很快我们闻到那个香气上来了 好 那我就会把它先装在盘子上面 然后再来炒牛肉 是分开的 是分开的 其实你可以一起炒 可是一起炒青菜就不漂亮了 了解 我们就像姐姐要兼顾漂亮营养又美味 然后漂亮不是只有菜要漂亮 它也要漂亮 所以锅盖要盖住 不然一堆油烟都把它寻丑了 对 是真的油烟会长斑 然后重点是吃了也漂亮 是不是 好 我这边是没有调味的 那因为等一下我们的那个牛肉 会有一些牛肉的一个味道 对 它吃得太咸的话 其实也不会很漂亮 你的芹菜炒完之后 它就很像一般的那种深绿色蔬菜 对 是的 就是第一眼的蔬菜 可是大家都不忘记它的好 比较少去买它 不然其它铁质含量真的非常非常好 看起来好好吃 是 那您管有擦手指吗 我把锅子擦一下就好 好 来 好 直接我就把它擦一下 就不用洗锅 像这个懒人料理 就是我们这样子整个 轻轻的擦一下就好 对 擦一擦就可以了 好 所以你的锅具 你可能这样子擦 你就再炒第二端就炒牛肉了 对 是的 这样就不用洗锅 很方便 所以这个水煮法真的比较讚 真的不用洗锅 你看锅它只是用这个纸巾把它擦干 清洁溜溜 清洁溜溜 真的健康 好 那我现在给它一点点的油 油不用太多 好 这样子 好 那现在爆香蒜 蒜 蒜末 是 还有呢 我把这个蚝油跟香油 好 还有这个辣椒 是 拿过来 好 所以我们今天是三芹菜炒牛肉 是 那牛肉是非常典型的 很多人要补铁 最快速的方法就是吃牛肉 所以为什么很多这个 妇产科医生 小药科医生 都跟这个孕妇 或者是要补乳的妈妈讲 这个适当的摄取牛肉补铁 没有错 是 那我今天用的这个是火锅肉片 那个气骨牛小排的肉片 那我完全不腌 那也不上粉 所以基本上你吃这一道菜 不会吃到很多的热量 顶多就是这些油花 可是你的蒜头好香喔 很香 一直冒出来 是 很香 好香 好香 我就先给它 米酒 米酒 然后在这边给它一点 我的胡椒不用甩到三四下 大概是两下就好 因为它的洞材好大 好大 是 好 其实可以用黑胡椒也很香 因为这个牛肉跟黑胡椒超搭 好 那我现在我要把这个蚝油 加进来 那因为蚝油本身就是很香 那记得我们蚝油进来的时候 稍微把它炒香以后呢 要加什么一定要记得加糖 怕它死咸 所以用一点点的糖来平衡它 是的 一定要加一点糖 好 然后给它一点点的水 一点点的水 很快耶 因为这个牛肉是薄片喔 所以它熟成的速度是很快的 是 千万不要把它就是炒到变牛肉干 好 那我还要再一点 因为我要让它有一点点汁 它会跑到那个我们的三芹菜上面去 快点 对 是的 好 最后吧 最后的红辣椒丝呢 这个直接来配色 是 然后呢 香油 因为其实三芹菜是 它的里面有一些维生素 对 是必须要油脂的 所以我们给它一点 多一点的油脂 所以你刚刚的水煮蒸煮的 三芹菜是没有任何的调味 对 那可是今天你的牛肉的调味就比较重 那你就让两边平衡 对 那牛肉炒的这个肉汁啊 其实都可以倒下去 变成这个三芹菜的淋醬 对 好厉害 好厉害 好吃 煮了50年果然不一样 对 煮了50年 50年的人生岁月精华 都在这一道菜 好 秋香姐姐 铁定美丽牛肉炒三芹菜 我觉得很好吃很简单 而且今天这个三芹菜 它真的还很嫩 很好吃的 又脆又嫩 对 而且大家看看啦 人家你看看 我们气质给我还是今天啦 不是我把牛肉吃掉 因为没牛肉 原因是因为我不吃牛 但是也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很多人 他就是怕自己缺铁 所以他会想说 那我就认真来多吃一些铁好了 于是他觉得牛肉很好 就拼命吃 可是你会发现啊 牛肉第一个要选对部位 因为比如说同样是牛肉 牛腱跟牛腩就差很多 牛腩里面因为肥肉多 所以它的生胆固醇指数 会高出许多 同样是一块牛进去的贡献差很多 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打得差不多 要减肥的 要单纯补铁的 就是吃瘦的肉 牛腱 对 那你不要想说 瘦就没问题了吗 牛筋呢 牛筋也应该没什么铁 对 但第二个部分说 你说那我吃瘦了 是不是就可以无限制止 因为有太多研究告诉我们 当你的红肉过量的时候 其实是增加许多危险 所以之前国务院有个研究 发现很妙 他发现如果铁值补过头的 这一群人 他们 当你的血液的铁值到120的时候 你的铁值比别人高25% 到140的时候 他发现你的肝癌 几率是比别人两倍 甚至国外有发现 有一些铁铁很高的人 他的心血管风险高 他大肠癌风险高 可是后来就有人推测 这可能因为他都透过红肉来补铁 所以终究的原因 还是吃了太多的红肉 所以你知道吗 一天 其实你只需要差不多3盎司的红肉 那你知道3盎司有多少吗 多少 1盎司大概是一个火柴盒的大小 就两口 这么少啊 你吃牛排有人在卖3盎司 没有 所以3盎司最小 也是什么8盎司 还有什么12盎司 3盎司两口 你很稀稀的 把三个火柴盒叠在一起你就知道 那就已经是你一天最多的 应该红肉的量了 对 而且要选对 就像刚刚讲的 其实牛腩它的脂肪量占30% 这么多 那像一般比较瘦的牛肉 大概只有15% 所以你要长期吃的话 肉要选对 而且这个就是非常推荐大家 因为很好吃 然后所以呢 如果是你要补铁 那就吃这个山芹菜炒牛肉 然后如果要补钙 那就吃芥兰炒牛肉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那补铁 有没有什么人要特别小心注意 其实我觉得特别要注意的是 刚刚讲有流失的 但也有吸收不良 吸收不良的 最重要就是有人 会把致酸剂当做胃 就是每天保养的胃要吃 所以有胃病的人要注意 有些致酸剂会抑制你铁的吸收 所以你好像每天感觉说 我都有在吃铁子 但是致酸剂把它带走了 所以原则上你就没吃到 然后也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很多人 他自己觉得头晕脑脏 身体不舒服 他就觉得自己是缺铁 是没有错 没有错 贫血的人会有这个症状 缺铁会症状 可是你要去医院验 你若不验 你就自己觉得是 可是你知道 这种头晕脑脑最常见是什么 低血压 血压 还有心理压力的 鱿鱼症 这些都排在贫血最前面 就算你真的贫血好了 像我们医院 碰过太多例子了 抽血一验 你根本不是缺铁贫血 你已经是血癌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一直吃铁剂也没有用 都没有补到真正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 你自己缺铁缺血的话 验完才知道 医生告诉你真的是 找出原因 然后你再来去补 不要随随便便就开始吃铁剂 吞铁丸 那可能对你没有什么帮助 好 谢谢黄医师的叮咛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 健康好生活 我们今天进行到这里 下次同一时间 我们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